大家好,我是阿柴 上两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了我们用Avada主题和BeSim主题做过的案例以及模板对照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Newspaper主题,还有Astra主题,还有RTCM18主题 做过的网站以及对应的模板 像看这个,这是Newspaper主题的 它用的是这个模板 这是一个学校的网站 学校的网站或者非营利组织的网站 这种网站主要是以信息内容发布为主,内容很多 所以比较适合用Newspaper主题 这是Newspaper主题的单位演示站 后面有一个大背景 都是以文章为主 我们看下一个 这是一个关于资料的网站 也是以文章为主 做好的网站是这样的 这个网站和我的个人网站差不多 都是Newspaper主题的默认代码 只不过我们把它变成了中文 顺便我们再看一下 我的个人网站 也是用的这个戴木演示站 内容比较多 分类比较多 这些区块都可以去掉 也可以添加 好 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Aztra主题 做的在线教育网站 这个网站用的是Aztra主题的免费版和Elementor主题的免费版 还有一个TutorRMS插件的免费版 这套组合做的网站可以实现会员登录 会员在线学习 它用的模板是这个 这个需要报名 需要登录 登录之后就可以看了 它用的主题是这个 是Aztra主题的一个戴木演示站 但是这个戴木演示站里边 它只是一个封皮 它并没有在线教育的功能 这个在线教育的功能 这块是用插件来完成的 这个会员功能也是插件完成的 这个戴木演示站默认只是一些页面和文章的皮肤 好 我们看下一个 这是RT SIM18主题 健身器材的网站 这网站的服务器是在Siteground的美国机房 这是演示站 这是做好之后的网站 这里还有一个视频 下面是产品 这是产品分类 这是模板的产品分类 这是产品详情 它还有WooCommerce 这是产品列表 这是产品详情 最近做的这几个视频 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做过的网站 其实还有更多我们以前做过的网站 可能下线了 也有可能是不方便访问 等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帮到你 我是阿差亚 我们下次见